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介绍新股,尽力融资,编号6680,招股价定在33.8-40.3,每一手200股,一手入场费8141.23,招股日期会在12月31号到1月7号,安排会在1月14号, 17号上市,市值大约282-337亿,集资最多50.56亿,保监会是中芯证券和法国巴黎银行,再给大家一个资讯,新股上市之后,股票暗值能达到50%,那科医期生活怎么看呢? 以下是我们这次的评级,中长线投资4颗星,投机4颗星,在片尾我会再解释一下。 至于认扣策略,根据我们公司新股部门,他们建议的认扣策略是,骂展认购,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业务。 尽力泳瓷是世界领先的高性能稀土泳瓷材料生产商,于2020年的市场份额大约是14.5%,排名世界第一。 自成立以来,公司一直专注于,用于全球新能源解能环保领域高性能女稀棚稀土泳瓷材料的研发,生产及销售。 公司的产品广泳用于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,永瓷锋利发电机,节能变频空调及其他行业。 公司拥有强大的生产优化研发能力,及全球领先的经界渗透技术。 经界渗透技术是全球稀土泳瓷材料行业最先进的技术之一,目前全球仅有不超过10家稀土泳瓷材料生产商应用。 该技术可大幅减少生产高性能女铁盆泳瓷材料的重重稀土用量。 从而同时维持高工作温度下的高性能,并降低原材料成本。 于2020年,公司透过经界渗透技术,生产了4111吨高性能稀土泳瓷材料。 于经界渗透稀土泳瓷材料市场中排名世界第一,也占21.3%的市场份额。 在较大规模产能及较强的交付能力基础下,净利泳瓷的客户悬盖业内大部分的龙头企业。 净利泳瓷为比亚迪、上汽、北汽、蔚来等多个新能源车企提供稀土泳瓷材料。 去年9月,公司更与Tesla签出零部件采购协定,为其提供女铁棚瓷瓷体,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影响力。 在节能变频空调领域,下游客户包括美滴、格力、上海海力、三菱电机等。 在凤利发电领域,去年全球排名前6的风电整机厂商中有4家已经是公司的客户,随着世界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共识,导致碳减排成为环境保护的关键方面。 公司与蓬勃发展的行业中处于有利地位,稀土泳瓷材料在减少减排放方面特显出固有优势。 与传统电机相比,稀土泳瓷材料电机可节省高达15%至20%的能源。 此外,稀土泳瓷材料的应用使变频加电、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以及3C智慧电子产品实现更轻量小银化,符合消费者的偏好。 在2015年至2020年,全球稀土泳瓷材料消耗量由14.6万吨增加至21万吨,符合年增长率为7.4%,预计稀土泳瓷材料的消耗量会以7.8%的符合年增长率增长,在2025年达到30.5万吨。 在未来发展战略规划上,金利泳瓷将会继续扩大产能,其位于包头的生产基地预期2021年年底前投入营运,公司也计划在2023年年底投入运营宁波生产基地。 这两个新的生产基地也望进一步加强产能,丰富产品组合,以及提高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。 财务方面,公司的收入由2018年的人民币12.8亿元,高速增长至2020年的22.8亿元,符合年增长率为33.6%。 收入的增长,收入的增长主要受下由产业增长及产能扩大推动。 从投资角度而言,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,稀土永瓷材料作为重要的战略材料,在节能减排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优势,我们给公司四个新的评价。 而投机方面,我们给公司四个新的评价,因为市场气氛转好。 我们两位都是证件会的持牌人士,以上内容,纯属我们个人的意见,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邀请。 投资者投资之前,必须衡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。 建南新谷,持续走热,听说汇丽有专属打新账户,你开户了吗? 现在我们有承线提供我们的网上开户系统,你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,或者是登入我们的官方网站,简单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开户啦。 首先,填写自己的相关资料,提供相关的证明,还有审查一定的风险,还有我们最后经过一定的审查,你就可以完成开户的步骤啦。 那最后我们还有38元的号参,提供给打新的专属客户们,然后你可以在5万元里内,然后就可以有享受我们的免薪等等。 那对大日新谷同时有9成、9五成也都有提供,加入规律广上开户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新谷打略啦。